在一般的認知當中 數據科學家可能具備三個要素 第一個是數學統計的理論基礎 第二個是Programming跟Hacking的技巧 第三個是探索各領域的敏銳度 數位廣告之所以有價值 就是因為我們收集了使用者的 非常大量的一些數位數據 那我舉個例子來說 有個賣飲料的客戶 他想知道他的消費者 是有什麼樣子的消費偏好 甚至什麼樣子的輪廓 那我們可以從我們的數據中發現 我們有一個族群叫有車代步主 這個族群的人非常喜歡 買他們的罐裝飲料 剩餘他們的盒裝飲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開車的時候 我放置飲料的那個位置 只是圓形的 我們沒辦法去放一個方形的飲料 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insight 對客戶來講是幫助非常大 我上個月有機會可以到日本東京出財 然後一起去拜訪一間非常重要的客戶 就利用了我們過去Data Team 所累積了一些分析的結晶 然後把這些成果用dashboard 視覺化的方式 然後呈現給客戶 然後客戶非常的驚艷 而且非常的喜歡 然後甚至我們的分析的結果 可以直接的去解決客戶的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讓我覺得我們數據的一個重要性跟它的價值 對 所以在這件事情是對我來說是 在公司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部分就是這間公司的一個企業的文化 跟它的人文 整個人的一個相處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融洽 而且大家都是各司其實有各式的專業 然後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在面試結束後呢 我在去上廁所的路途中 就是遇到了我們公司的執行長 但我當時並不知道他是我們公司的執行長 然後他就很有禮貌很親切就是對我舉個功 然後說會歡迎這樣子 我原本以為他只是一個很熱情的員工而已 所以我很喜歡這裡的文化 跟這裡的整體的環境 這哪一項學蜂 特修家 用一種動物形容蜜蜂裡面工作 水踏嘛 無欲試著會一直不斷地去挖掘數據 然後找出印象 像是一隻蜜蜂 因為蜜蜂號稱是動物界的數學家 喜歡的休憩活動者 開著車去旅遊 看球賽 因為球賽有數據 我喜歡數據 用一種水蜂形容蜜蜂 橘子 橘色的 橘色的